导读要说争得热火朝天的时期,当属美苏争霸时期,当时为了能够击沉美国的核潜艇和航母苏联,可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,苏联的很多科学家想法更是天马行空, 发表了很多的观点,甚至制造了一些科幻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武器,也有些武器确实比较符合实际的,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,苏联研制出的第一款反舰导弹是UR-200,但是美国对UR-200并不感兴趣,而对离海怪物地效飞行器比较感兴趣,离海怪物地效飞行器是苏联科研工作者的另一项杰出的成就, 它背部安装了6枚巨大的SS-N-22-100超音速反舰导弹,有8000公里的航程,起飞重量高达495吨,还可以运送至少700名的战士,在西方他们都想亲眼见到苏联离海怪物地效飞行器, 可惜苏联并没有让他们如愿,而是邀请了中国前去参观,我国的科学家贝加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,所以认真学习,那一次的参观,确实也给中国带来了启发, 中国目前曝光了一款造型较为独特的彩虹系列的地效无人机,此无人机的起飞重量有3吨,并且可以携带1吨的设备,还具备高达600公里的巡航时速, 有专家指出,这款地效无人机的制作理念,主要启发于前苏联的地效飞行器,据说这款地效无人机是为超空炮鱼雷准备的,早前的鱼雷在水里的运行阻力过大,从而速度会被影响,但是超空炮鱼雷采用的是超空炮的原理,超空炮产生器装在了鱼雷头部,鱼雷会出现超空炮现象,当它的航速大于100节时, 由于会在水里形成气泡,所以减小了鱼雷在水中所受到的阻力,要说中国的超空炮鱼雷灵感来源处,不得不说前苏联时期的暴风鱼雷在很大程度上吸到了决定性的作用,苏联的这项技术后来被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塔两国给继承了,俄罗斯不断地对这项技术进行研究,终于在1999年成功服役,并装备在了核潜艇上, 令人震惊的是俄罗斯研究出的鱼雷航速高达200节,前苏联解体之后,哈萨克斯坦将鱼雷的技术分享给了中国,这也是之前俄罗斯一直不理解我国掌握这门技术的原因, 美国有军事专家声称中国的039型潜艇已经装备国产的超空炮鱼雷,中国如果把鱼雷打载在了地效无人机上,那么其后果将不堪设想,因为美国专家直言这样的武器和潜艇和航母是根本躲不掉的。 感谢观看